Hello buddy, my name is Kai Ewan 每一次我自己拍影片的時候 我都會有一個小螢幕 來自己驚看自己到底拍了什麼東西 那在調整光線啊 然後構圖的時候 也常常會需要用到這個小小螢幕 但是有的時候 就是你要跑到比較遙遠的地方 那這一條電線 這條HDMI線如果不夠遙遠的話 你根本看不到畫面 你就需要跑過去調整一下 然後再跑回來看一下畫面 然後再跑過去調整 時間就會花很多很多 那我現在目前手邊有超多 如果可以把這些廢掉的手機 然後螢幕把它當作監看的螢幕 是不是超棒呢 那我們今天就找到了一個超棒的替代方案 這就是我們的Bandbox無線圖傳 這個無線圖傳它的特色就是 它可以直接無線連接手機 那你完全不需要任何的電線 像SDI線或者是HDMI的線來連接 完全不用 像其他的無線圖傳 都還是需要有HDMI線 但是像是Hollyland 還有其他品牌也有做這種 可以直接連接Android 或者是iOS手機 平板的無線圖傳 但是這個是最便宜的 所以我就買了這一個 OK 所以我們盒子裡面 就我們的Bandbox 而且沒有電 我們先去充電一下 這個笨盒的設計 有幾個我非常喜歡 就是第一個它 全部都是金屬耶 真的是超猛 第二個就是它只有一個開機鍵 沒有其他東西 那我們待會來看看 它的手機到底 好不好連接跟設定 第三個就是它蠻輕巧的 125公克 那第四個就是它的價錢超級便宜 就是超級便宜 跟其他圖傳比 真的是超級便宜 希望不要讓我失望 那盒子裡面還有附五條控制相機的線 一條是Micro USB 一條是Mini USB 一條是Sony的 一條是Panasonic的 一條是Type-C 反正有的線它都有了 欸這換一題啊 按你的平板要注意在這裡 卡一卡唷 看到了什麼啊 看到了你卡住啦 所以我現在又回來啦 卡住了 卡住了耶 對 很壯大 看到我自己嗎 嗨 是我的頭 嗨 哈囉 對 OK 那我玩了整個晚上 那我們現在已經把奔和 連接到這一台平板 那我第一個遇到的問題就是 它只支援5G的頻段 所以你的Wi-Fi如果只有2.4G沒有5G的話 你不能用這個奔和 那像我有幾隻手機 像這隻手機 它就沒有5G 就不能用 嘖嘖嘖 那我們稍微看一下延遲 就是看螢幕的畫面 跟我現實世界的畫面 其實是有一些延遲的 但就看可不可以接受囉 那這個奔和呢 我覺得它完全不能給大柱使用 如果你鏡頭在移動 然後大柱也要跟著對焦的話 根本沒有辦法 因為它不夠穩定 它可能會一下子很順 然後一下子就卡 你這樣完全對不了焦 那我們圖傳的畫質也可以來選擇 可以從720跳到1080 如果你的攝影機有支援的話 那主要的差別呢 不是延遲 它的延遲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你開到1080P 它的調的格數就會調更多 所以如果你需要一個滑順的畫面 你就開720 但是大部分 通常應該都會用1080 因為我覺得這個圖傳主要就是給 像是 BOOM 就是它要舉BOOM 看它有沒有畫面穿 或者是美術它要來佈置一下場景 然後或者是燈光它要佈光 看一下畫面的那種 就是給那種 不需要完全即時畫面的人來使用 它只需要看到一個清晰的影像 那我剛剛測試 它大概可以穿兩面水泥牆 那第一面的時候真的是非常順暢 它Wi-Fi的訊號還有三格 真的算還蠻厲害的 那延遲也幾乎沒有什麼改變 那穿兩面牆的時候呢 就開始有點問題了 它只剩下可能每秒更新5次 就非常不穩定 那如果穿到第三面牆的話 就幾乎是斷訓狀態 你根本就是不能使用了 那我剛剛也馬上體會到它的快充功能 雖然它說明書上完全沒有寫錯 它有快充這個功能 但是它剛剛充了一個小時 它就充滿了 算是非常非常的快速 那我剛剛也已經用了一個小時 那現在還有三格電 所以算蠻厲害的 這半盒因為它內置天線 所以它有一些訊號死角 它訊號最好就是 上面的180度 就是這個天線上面的180度 那下面 整個背面啊 還有左邊 右邊 整個就是 有點像訊號死角的概念 就是訊號會弱很多 幾乎是收不太到 還有一個我非常喜歡的 就是它斷訊 然後重新連接的速度 真的是超快 如果是相機斷訊 我們馬上 靈回來 來 馬上回來了 超快 如果是Wi-Fi重開呢 也就馬上回來了 它完全不需要跳出什麼 這個應用程式 然後再重開一次 它直接重連 然後你的影像就回來了 真是超讚 如果一直走一直走 走很遠 然後訊號已經斷訊了 那你只要再稍微走近一點 它自己重新連接 你完全不需要動任何東西 它就會重新 畫面重新顯示 真的是 非常方便 這車要超方便 那Android版本跟iOS版本 一模一樣 它就是畫質選項 板碼 你的曝光選項 還有我們的方格 構圖的選項 那還有LUT LUT就是你可以下載一些 預設的LUT 像Sony Canon 之類的 然後上面有一個小鎖 就可以把它鎖定 然後你就不會誤觸到 其他的功能 這也超讚 就這樣非常簡單的一個APP 簡單實用 目前用下來 我真的是還蠻喜歡這個產品 它真的是超便宜 3000塊台幣 100塊美金 真的是 以一個圖傳的價格 這真的是非常非常便宜 應該是最便宜的一個圖傳了 所以如果你不是射大柱的話 你不需要完全非常即時的影像 你不需要完全沒有掉格的影像 那我真的覺得非常適合那種 如果你要放美術道具啊 你要布燈啊 你要構圖啊 或者是你要BOOMMAN 你要避開你的BOOM桿穿幫的話 非常推薦這個 笨盒BANDBOX OK 這我們今天的超便宜無線圖傳分享影片 那當然喜歡這影片 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可以看更多相關影片 那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開箱影片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yu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 Bye